你知道哪一位爱尔兰作家 写了一本畅销全世界的小说吗 马上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青春爱读书带你阅读全世界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一开场带大家看一个 我个人非常有趣的收藏品 那是1980年代 发行在爱尔兰的爱尔兰棒 你可以看到这张纸钞上面 也出现了一个人 他其实是许多的朋友 都有读过他的书 但是你会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他叫强纳森史威富特 那强纳森史威富特 可以说是十八世纪 英语事件里面最重要的文学家 他曾经在1726年到29年之间 他写过许多讽刺政府的文章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叫做一个小小的建议 什么叫小小的建议呢 他说爱尔兰的人太贫穷了 他现在又这么会生 所以他建议爱尔兰的政府 他们将十二万的新生儿里面 挑出十万人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然后再把他送到英格兰的富商 或贵族的家里来当作桌上的佳肴 这样子一方面 他们爸爸妈妈有收入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也可以解决爱尔兰 他们这个经济的困难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建议 不过史威夫特是个伟大的文学家 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反讽的方式 来告诉英国的这个当局 你不能再对爱尔兰的贫穷不闻不问 他同时也讽刺了当时的这些权贵 他们对这种社会的贫穷跟不公不义 采取冷漠的态度 虽然这一本或是这一篇文章 在英语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本 但我们知道它是它透过 在26年1720年所发表的《格列佛游记》 《格列佛游记》可以说是文学史上 非常特别的故事 透过格列佛这个角色 他去了四个国家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小人国 实际上小人国里面 有两个党派 一个叫高跟党 一个叫低跟党 实际上他讽刺了当时英国国会里面 两个政争的党派 一个就是 隐喻的国会 当时只注意到选举跟自身的利益 完全忽略人民的感受 但是他除了这个小人国之外 另外还有大人国 飞岛国 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 惠英国 而这个因是马 在婚姻国这个国家里面 马是具有高度智慧 而且非常具有人性 善良和蔼 而且具有同情心的种族 看起来像人的 这个其实在格列佛游记里面 称他们为 而牙湖是笨拙野蛮 然后不世故 那总是粗鲁又破坏世界的人 惠英国里面的这些马 是统治了这些像人的牙湖 它也意味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外表的时候 我们总以为外表不像人的 就是比较低等的动物吗 实际上这个格列佛呢 他在游记里面 他在故事里面描写 就是说当他离开了惠英国之后 他看到所有的人 他内心都充满的愤怒 还有不平衡 为什么呢 他所有的人原来都是一个牙湖 那这些牙湖呢 这个印象呢 那他太深刻了 冲击太强烈了 以至于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 他就养个马 然后每天跟马说话 而这个牙湖呢 非常的特别 因为在网记网路开始的时候 杨志远因为非常喜欢牙湖这个名字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用在 他开设的网站上面 没有错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牙湖 Swift它透过邮寄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 社会里面有许多 我们视而不见 或是以为理所当然的现象 而这些理所当然的现象 当你透过小说去书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可以用我们现在当代 最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细思极恐 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 它背后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我们把这种不平等的待遇 视为理所当然呢 这当然就是小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 我的赛克洛斯 也是一本这样子的小说 看起来是一个以妖怪 或者以奇遇为核心的旅行的作品 充满了笑闹跟荒谬 这一趟他讲的就是我们当今 社会上所出现的种种不公不义 到底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故事呢